大家好,我是在日本因为发表快被折磨死的一年级研究生小郭 之前好久没更新啊,给大家看我过的都是什么日子 一周准备两个大发表之,一个英语,一个日语 日语发表稿子写了六页,英语压根,没时间准备,好不容易糊弄过去 发表完去图书馆睡觉被图书馆里员叫醒两次以为我昏厥了 两个发表完后可能因为太累了,眼珠子直接暴血 然后就变成了吓人的女鬼,变成独眼龙去打工,啥玩意儿看不清 就这个发表就是太折磨了,折磨得我坐电车都在看书做笔记 后来我释然了,因为我做到一个坐扶梯,把电脑搭扶梯带上工作的人 早上自制的Costco大烤鸡加螺丝粉的粉清汤版 这粉还是之前吃螺丝粉火锅上的那一包 鸡肉是上周有个无产店Costco团购买的 虽然是清汤版,但是我炸了鸡蛋酱,再加个青椒 其实吃这个是因为我想吃酸汤子了 酸汤子是真的只有东北能吃的,而且我不会做 就只能吃点这东西来弥补一下 但是也弥补不了我心里思想的伤口 千万力气,莫过于你的撕破伤口点 这周没有发表,我还以为我会摸鱼摸得很快乐 周一呢就是懒懒散散玩手机 我突然发现我真的在国内白天从来不上妆躺着 我出来是我没事,我上妆躺着 愉快地摸了一个白天,晚上出来买点生活用品 感觉日本的夏天傍晚就一定要听City Pop才够味 来Donkey卖点洗衣液啥的,快没预计了 家里洗衣机的烘干功能很拉 所以洗衣服的战争都打响了 再一个是我真的很喜欢买各种香味的洗衣机 终于买了流香猪,不是广哈 我好久没饭吃了,没有老爷可怜可怜我 隔壁百元零售店也是我的币区商店 我大部分东西都是在这买的 回家就赶紧洗上一锅衣服 晚上本来不想吃,但是有比赛 看比赛吧,老想吃点啥 所以拿空气炸锅烤点丸子和手抓饼 配点烧烤酱料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研究方向就是电竞 所以日常看比赛 现在吃的是业务超市卖的包菜肉卷,还行 产饺子的时候可小带鱼籽包 所有丸子里有最喜欢鱼籽包和芝士包 吃完饭再做个明早吃的西红柿鸡蛋虾仁 今晚先做一半 明早洗脸之前在锅里撒把面 洗漱完就可以吃了 就像这样方便又迅速 配菜还有Costco大烤鸡 吃完饭就出门上课了 结果上完课突然来了广播说房贷演练 我们蒙了一会儿 就看见日本同学小兔便摔一下 钻桌子底下去了 然后我们也坐桌子底下去了 老师没坐,凭什么嘛 然后我头一次来了我们专门的共同研究室 就是一个专门给学生们用来学习的小教室 有微波炉,有冰箱 我后来还放了一个小水壶在这儿 真贼熟悟 因为在12楼风景还贼好 我现在已经爱上这儿了 只要学习就来 然后咒你回家了 本来要上欧洲地狱政治了 结果发表的人上身资料晚了就休讲了 前天去女后店买了生食鱿鱼 自从上次在京都第一次吃生食鱿鱼 那个口感,那个味道太难忘了 这次买回来自己切 就巨好吃 又甜又糯 而且吃你的直接串串口鱿鱼 嘻嘻 然后就又出门上上次 我说贼牛逼的那个老师的课 这位老师呢 本书博都是东大的 然后还有泰国法政大学的书 和哈佛的博 本来我很shock 结果这位老师之间在东大教授 后来去了一条 最后来我们这儿 我听完大为shock 搞得我现在给他发邮件 这个月我都思考再三 以前我都写完就发 周二晚上我头一次做刘公宏 床上是我要换床单不是蝴蝶背 我做刘公宏不是为了减肥是为了强身健体 我就每天请上感觉好累啊 啥也没干坐着就累 我就感觉自己太虚了 一定得运动 不然虚的好难受 我做刘公宏还挺好 唯一一点就是他每次说爆汗 但是我真的没爆 运动完就被男小王和女小王抓着看电影 看得瞬息全宇宙 不知道为啥 我看完没啥感觉 就感觉杨子群好美 他系列的老公打扮一下也好帅 周三先是跟早到甜妹 去吃个辣鸡爪锅炒年糕 这家具还行 反正懒得自己弄鸡爪子吃 吃完来跟早到甜妹 逛西岛的小学校园 就是我一点博主的自觉都没有 都要逛完了 我突然想起来 我啥也没拍啊 最后一个字眼之后才想起来 这是我们学校半晚的样子 此时我们正要去上下一节课 我们学校这里好看就好看 在有条河还行 下完课大家到共同研究室里 唠了一会儿课 然后就回家准备明天讨论要用的资料 开学以来除了大小发表 日常就是要讨论评论 咱说我能对那些大事有啥评论 我真的啥想法都没有 这次早上吃个玉米 我头一次在日本吃自己呼的玉米 太难吃了 真的我觉得北方小孩跟水果的玉米 不共代替 年包米才是外外的S 甜包米 外外的Shit BGM是塞料大使话 我这几天无限循环 感兴趣的大家可以搜B站的啊 下了课来研究室 看待会朝眼半岛正日课的作业 这位韩国老师很喜欢留电影当作业 这位老师跟一般韩国人都不太一样 但是他让看的这部电影很垃圾 留了三部这部最拉 太饿了就来这个离得最近的香港茶餐厅来吃点饭 它有点贵 味道呢也只能说是一般 纯是因为离得近还是中餐 我点了一个炸豆腐 因为是菜单上第一个 这个豆腐特别像我爷过年过瘾的时候炸的那种 就是他一个饭店做出这一味就会让人觉得 诶 这我爷都能做 但是呢又会觉得 诶 跟我爷做一个味儿 家里味儿 所以你们懂这个味道了吧 就是一个菜挺有情怀的 但是不多 但是这个叉烧双拼饭 纯属谁也做不来这个味儿的 因为是不好味儿 就是一个饭店 你这个手音怎么好意思出来开饭店的 这个烤鸭酱炖呀 叉烧还行 就非常一般 但是以后我还会去 因为是离得近的中餐嘛 关于这家菜我就不多说了 我怕有人直接说 诶 我博主说你家难吃耶 然后我下子再去 人家说你来干啥 你不是说我家难吃吗 我发现我胖了好多 我这脸圆不隆动 吃完饭就回去上课 上完朝鲜课 就回家上online的英语课 就上到晚上十点 这是凌晨一点 然后我在这边坐后期 就是我每次白天累得要死要活 那每到凌晨都能接着学习而剪片 而是老板还睡不着眼睛瞪得像同龄 我这一天闹听死了 而且本人资深一心巴用爱好者 一边坐后期一边下棋 然后突如其来想录歌 大半夜为邻居亲情演唱 勇敢女孩的我们开车 就不给大家听了 修音座太烂 周五早上起来接着后期 叫了个外卖实在懒得做 定了份黄焖鸡炸鸡柳 好久没吃鸡公宝啦 黄焖鸡之类的 之前大学的时候 大外综合楼三楼 有家鸡公宝 一周能吃好一次 今天定的那个比大外 那个也就差了八百倍吧 大外真的太好吃了 而且我真感觉大外变身 在外相遇 话题一定有 食堂真好吃 老板公回来去超市 买了点甜虾吃 刚开始有点行 多吃几口就好了 BGM又是来自这个BJUP 主打非常好听 然后买到白玉米 上面写着white corn 然后呢 它的产地是中国 还是中国东北 我就不相信这个苞米 它还是甜的 但是还是被狠狠打脸了 它还是甜的 但比那个纯甜好吃 这个是有点甜又有点黏 周六终于不再是 复制粘贴打工三连了 这周末教授举办学会 我来给他打工 除了我和我一个同期 剩下的小stuff 全是学部的日本人 其实我之前参加过一次 教授学部的ZAMI 我夹在一群小女红银中间 看似淡地 其实很害怕 还很紧张 我不是设恐 我是设烦 就是我跟人家出去社交 不会恐惧 而且很能巴巴 很热情 但是我内心其实很厌烦 我那个人格测试 是ENFP 大家说是快乐小狗 我想说当狗也是很累的 那小狗一天到晚 那么热情 真太累了 狠狠共情 我旁边的日本妹子 是之前学部ZAMI的时候 就主动和我说话 她非常喜欢迪丽热巴 和赵丽颖 直到现在中国 一大堆明星 中文也很好 参加了很多中国的ZAMI 也很热情的跟我讲话 她拜托 我给她披个熊猫 但是我去百度找 全这个熊猫表情包 中午的便当 是教授订的中华便当 还行 学会一结束 立马给我弟打电话 给他臭骂了一顿 因为这个小子 24小时没消息 我一直在给他打电话 24个小时不给我消息 是的 我想是不是 你打光打得太累了 抑郁了在那块 完了自己憋个小屋里 也不知声 完了我想 是不是感生病了 感冒了 昏厥了 热懵了 结果人家只是偷摸 生我气了 这狗样的东西 回家蘸点新疆炒米粉吃 冲泡型的 物产店人说 这个老好吃 BGM也是来自 BGMUP主这个视频的 拍的时候 相机内存还不够了 火速炫了两口 不咋辣 微甜 只能说傻傻 相信别人的我 好天真 晚上睡觉前 再处理个牛肉 这样明桃起来 就能吃到炖牛肉了 本人自创 炖 供菜 土豆 牛肉 牛筋 大家看我是不是有点呆滞 首先呢 是这个东西难吃 其次是我已经累懵了 我定了7点20那种 然后我6点半 不知道为啥就行了 然后直接起来了 完全没有意识自己起早了 那可是50分钟啊 我少睡了50分钟 然后我到后来 七点来一种闹铃响了 我才想起来 哎 这不是闹铃吗 第二天接着给教授打工 第二天我负责分会场 昨天是负责主会场 我们这个会场讲的是 文学又社会 所以人不咋多 我大多数时间都在认真下期 因为他讲的内容 我实在是没啥兴趣 然后就又混到了中午吃饭点 今天是日式便当 就是很传统的 有鱼有炸物 有小菜的凉盒饭 大家总说便当便当啥的 我还是喜欢叫盒饭 但这个真没有 国内10块钱一盒饭箱 我昨天说这个比昨天中华盒饭好吃 我觉得都一个玩意儿 那个中华盒饭也是日本味儿 这个学会啊 跟我研究的东西是没啥关系 所以我真是一点也没停 听日语太累了 我有那个精气神 我还不如上上分 但是风景句好 我第一次来这个教学楼的惊呆了 因为我在这个教学楼没有课 而且有桌子还可以学习 简直没滋滋 给你倒工资啦 两天两万日元 比海底捞轻松八千呗 两万块 我得在海底捞占十八个小时 感谢教授 教授大气 感谢教授送来两万火箭 谢谢老板 其实完全没想到能给这么多 我以为最多给一万 不给钱我也完全可以 给大家看我要干啥 就这个小摄像头 我只要一直对着发言人的脸就好了 一直都坐着 咱说就是啥呢 还是得学习 知识就是财富 我说教授呢 老九开心下班 好久没有这个时候走这条路 我们学校虽然不大 但是附近的风景还是很美的嘛 夕阳温柔的阳光 和波光凛凛的绿色湖泊 然后我来到了风景秀美的 JR范田桥站 来到了玉图丁站 干嘛呀 爱来海底捞打工 R&J赢了 然后在我下班六分钟前 R&J打败了T1 我们是冠军 下了班就是要吃个火锅才圆满 最近出新品种了 脑花大块充 还有这个胃蹭锅 也是新品巨像 巨好喝 在这看同事们唱歌是不一样 大家知道十分钟唱五遍这首歌 是傻感受吗 这时候过得真是特别特别开心 特别特别幸福 除了在周日晚上R&J赢了 然后又挣到了钱 而且我很喜欢很喜欢 定义选手司马老贼 他找到工作了 我春天转会期的时候 每天都来看他找工作的消息 这脑花啊 前几天刚刚有客人问我 有没有脑花 我说没有 然后又出了 吃饱喝足 趁着中店 之前回家 我跟你们说 日本半夜 就让TCTpop的曲风的歌 或者是 Lift Door Open 旺漫指数 直接拉满 那么幸福又辛苦 一周就这么结束了 下视频可能会找一个发表周牌 给大家看 一周两发表 五天打工的东京铁人 郭靖喜的日常啊 88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